官員你好 把老舊管線全部都換完 然後不漏水了才可以漲水架 那也不可能 但是我至少可以要求 你們這部分的工作要加強 對不對 要不要加強 那個哥哥也不知道 國籍的標準 是 我同意您的看法 因為這個東西 好 要加強 要加強 先說要加強 怎麼加強 一句話就好了 這個我可能在我任內 沒有辦法把水架漲起來 但是我希望能夠辦得到這個目標 那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一個合理化 你來不及 但是你很想要 你會加緊做 哦 是這樣哦 不是 我來不及 但是我會把我該做的事做完 就是把所有的資料 都把它收集好 那我也把我的資料告訴你了 來 所以我們說要努力 那怎麼努力 今天其實多數的委員 也都苛責你們這一點 那我要提一個行動 比較有行動力一點的主張 我們就用國際標準 你們至少不要低於國際標準嘛 好不好 蛤 老舊管線的汰換率 國際標準是多少 哎呦 沒人知道哦 是嗎 少來 IWA建議的比例是多少 國際標準是0.9多啦 1.5%啦 一年1.5%啦 我們現在是1.6多啦 來啦 一年1.5% 你們現在才1%吧 嗯 你們現在才1% 1.6% 我們目標是1啦 但是呢 我們實際上執行呢 超 超過我們執行的效率 到1.67啦 哪一年是1.6% 哪一年是1.67% 嗯 沒關係 101年得1.44% 再來就是說 我們102到111啊 我們的目標 目標雖然是 是1% 然後呢 但是呢 我們去年的執行力呢 是到1.67啦 1.67 好 那在這個基礎上 你們還要加強 你可以承諾我們一年幾% 你可以承諾我們 你們會加強到一年幾% 來 做一個承諾 好 那就是說 我們的目標是1% 不行 所以 1%絕對 不接受 一定1.5起跳 國際標準1.5起跳 來 我們努力 IWA1.5起跳 你現在做到1.67 我們會努力 剛剛承諾說會加強 現在就說問題 做到2%好不好 一年2% 現在問題 現在每個縣市啊 是 都在實施入評專案 嗯 因為這個入評啊 沒有差那麼多 來 這個 選民感覺上都 不一樣啦 如果是因為各縣市 無法配合那個鈴鐺別論 但是以你們自來水的能量 水公司的能量 你承諾一年做到2% 做得到嗎 我們 沒有做到2% 沒有做到2%以前 就是不要漲價啦 我們一年可以執行到70億 70億 70億是幾% 可以做幾% 70億的話就是600多公里 那可以算幾% 大概1.多 593才1% 593公里才1% 你600多公里 所以你給我的數字是錯的 差不多1.5 你們給我的數字 1.5 可以跟國際標準 還有 如果你們繼續 法律在處在違法收費 如果你們不好好的讓它合法化 你們也不應該調漲水價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現在的收費 大家很詬病啊 這也是老生常談啊 你們收基本費違法對不對 對 自來水的基本費違法 部長你知不知道 喔 部長不知道喔 我不知道他 你不知道違法 這是你們自來水的基本費啦 來 自來水法的第63條跟64條 是這樣規定 他規定可以設底度啦 可以設底度 可是設底度之後呢 他沒有再去規定 沒有再去規定 可以收基本費 基本費這三個字 從來沒有在自來水法裡面出現過 可是你們的自來水的水費 卻是以所用度數乘以每度價格加基本費 對不對 對不對嘛 是不是 是啊 所以你們的基本費喔 沒有法律依據 那自來水法是規定底度 跟自來水法相同的底度 底度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我沒用到那個度數 我至少要收這個度數的錢 如果我超過這個度數 我就以實際度數收錢 這個叫底度的意義對不對 所以自來水法的規定 是這種收費 那這個規定喔 跟電業法的規定一樣 你來看喔 電業法64條 好 它規定每月的底度 好 每月的底度 然後呢 每月的底度如果超過 每月如果 你看它的第二項 好第三項 電業定有一定 看它的第二項 加起來 就是它的用戶 如果每月的實際用電度數 超過每月的底度 就以實際用電計算 那底度是什麼 底度就是所謂的基本費 你沒有收到 你沒有用到底度 你就用底度 那自來水 自來水 自來水是這樣喔 你們現在卻把超過底度的 再加收基本費 不對啊 你們這樣違法收費 一年超收33億 現在糟糕了 把這33億拿掉 你們怎麼辦 好 所以 其實 你們的收費 比較像天然氣法的規定 天然氣法的規定是什麼 就是 得制定 基本收費 好 可以有基本收費 然後 基本收費怎麼樣呢 就是 我使用的 堵數乘以單價加基本費 這是天然氣法的規定 人家天然氣法的收費 天然氣的收費 跟自來水的收費 是一樣的 可是 自來水的收費的法律規定 是跟電業法一樣的 所以 人家天然氣法 是有法律規定的 你們自來水收 加收基本費 是違法的 所以 又來了 第二個條件 沒有合法化以前 不准漲水架 違法嘛 你要嘛 就去修法 修成天然氣法的規定 要嘛 你就照電業法的收費 去 去 定每一度的價格 無論如何 都要合法 目前自來水 加收基本費 完全違法 你要調整自來水水費之前 先讓它合法化 你如果要照法律的規定 就是用電 用電 那你就去制定每一度的價格 你如果要用 天然氣的方法 去加收基本費 你就要修法 無論如何 要讓它合法 如果你未來調整自來水的水架 依然讓它不合法 我們不接受 所以 沒有合法的基礎 不准漲水架 這一點 我請我們副總經理來向委員 做個比較明確的報告 報告委員 早期在民國86年之前 我們是有那個 基本的一個底度 那後來 因為基本底度 變成有一種變相 會鼓勵民眾浪費用水 他沒有用到那個度數 還是會收到那個錢 所以很多 就變成 基本費的收法 就違法 所以 所以部長 你說我講的合不合理 你趁著要調整水架 要調整水架 讓它合法化 只有在合法化的基礎之下 才准你們調水架 現在一切都不合法 你們目前的公司 還是加收基本費 對不對 來 部長 你現在的方案 會不會調高基本費 會不會 不 這樣子 還是要調美度價錢 你這樣一說的話 那這樣子 基本費的部分 可能我們大家再去思考它 不過我可以跟你們報告 我跟你講 你如果不收基本費 你用底度的話 你一定會調高度數 每一度的價錢 你一定會調高 因為差33億 你受不了 基本費 光基本費一年收33億 可是你是違法收的 所以我的決定 我的要求很簡單 你要調整水架 我不管你是調漲 還是取消基本費 無論是什麼 無論是什麼 你要調整水架 只有在讓一切合法化的基礎 之下去調整 你不要說我要調整水架 還是在不合法的情況下去 調整薪水架 不要讓薪水架繼續違法 其實你們很簡單 這個合理 所以跟法律一起同時修 一起檢討 一起修 同時修法 好不好 我們來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開公聽會 什麼方法 對啊 這個那麼複雜 因為違法 你要修法 就是說 現在部長已經答應了 我水架的調整 我要合併跟法律同時檢討 這個沒錯 對不對 假如有不合法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去調整 事實不合法 事實不合法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底度跟基本費 這種東西 都是在法律上明定的東西 你要跟人民收取任何費用 是法律保留 對不對 好 那人家現在是規定底度 就是超過底度 按實際度數收費 結果你沒有 你給人家加收基本費 你要收基本費必須要法律保留 所以現在是違法 好 我知道您的意見 我知道您的意見 OK 好 就是要跟法律合併檢討 那因此必須召開公聽會 公聽會就是檢討它這個將來 整體 包括修法 就是法律與費率同時檢討 一定要召開公聽會 這樣好不好 那個官委員 你知道我的為難 為什麼 因為資料一直收集 這樣子下去我剩七個禮拜的時間 我實在是很不方便 替未來的那個部長說 沒關係 你公聽會收集資料 你現在開啊 我現在就是 你現在開啊 我現在正在 你520以前開啊 我現在正在等著他們把那個資料 而且你現在如果承諾要開公聽會 將來新的政府如果不開 是他的責任問題 對啊 我變成我替他答應 但是呢 光公聽會你都不敢答應 那你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你這個看守得太厲害吧 不是不是 你變成是不動政府啊 不是 那個官委員報告 公眾的參與 大眾的參與啊 它的方法很多嘛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揭露出來 因為設計修法 我們在網路上 沒有 因為設計修法 剛剛已經說了 因為設計修法 就承諾開公聽會而已啊 不然我就不下台啊 哪有說叫你開個公聽會 你都不開 我不會不開啦 公聽會有什麼 假如是我的話 我不會不開啦 我只是說 時間上 我現在好不好答應 那是不是 你認為應該要開公聽會 我認為應該要 更擴大的公眾參與 這個是我一直的想法 你也可以看出來 我們做事的方法 就是要擴大公眾的參與 我是希望你如果照你所講 新政府上台以前 你要把資料都收集完成 你開個公聽會把正反意見都收集 一起交給下面的新政府 這是合理的 對 好 回去好好的考量 好不好 好 謝謝國安委員 謝謝部長 部長在這邊也跟國安委員報告 我們待會就用提案的方式嘛 來通過就好了 好 謝謝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請 張立山 張委員